九合一大选年底登场 而基督向尾的选举看板 早就已经激烈开打了 不过台北市政府建管处 却在昨天突然发出新闻稿 表示说9月26号之后 才可以张天竞选港告 那么呢违反规定的话 恐怕吃上罚单 这下让议员质疑 是否一直来都没有确实执法 现在倒数阶段计时了 才要大动作公告 让参选者措手不及 1234567 一个十字路口选举广告数不清 九合一大选年底登场 台北市激烈看板站早已开打 但北市府建管处却在这混战中 冷不防投下一计最坦淡 选战都已经进入下半场 市府9月7号却突然发出新闻稿 表示根据现行条例 市长议员竞选广告 只能在选前两个月张贴 里长更要等到最后一个月 但距离9月26号门槛剩下不到两周 突然大动作公告恐怕点燃 政党之间检举大战 党内人在初选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应该要宣传了 那个时候没有做 那你忽然间心血来潮 去告诉大家说 9月25号才可以开始挂 大家全部都傻眼了 其实像我自己的看板 我尽量也就是 我完全就是合法 就是说不遮窗 然后不会有哀到人血 现在特别强调 那就会让新人 尤其是新人比较压抑说 怎么突然现在才强调 这样子 参选人一个头 两个大基层公务员 也会蜡烛多头烧 这本溯源还是这自制条例 常年难以落实 但更严格的还在后头 台北市议会8月3读 通过最新竞选广告自制条例 未来候选人只能在市府设置的 公布栏内装贴广告 将会影响下一场2024大选 只是传统选举文化不变 现行条例做不到的 未来会不会被推翻 还是一个大问号 这姚家的医生医院脂肪报道